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3年初秋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的一支考古工作队 冒着酷暑完成了对小谷围岛上 一座名为刘黄种的专世大墓的清理 根据和文献记载对应的一些发现 考古队员推测 刘黄种就是南汉政权开国皇帝刘衍的康陵 但遗憾的是 康陵在历史阶段就已经被破坏 倒扰十分严重 可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考古队 却在木道底部意外收获了一大批珍贵的官窑瓷器 接下来在距离硫磺中只有800米的另一处发掘地点 类似的情景再次上演 而且还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起初推测中的南汉小型专世墓 刚刚开始发掘 就变成了大型建筑群中缴雀的机制 缴雀环卫的核心区域 更是赫然出现了一座外方内园 中心三环嵌套的多级园台 形制如此特殊 考古队园第一个反应就是 建筑群是古人祭祀的祭坛遗址 查阅文献 广州城南的确有一座南汉交坛 可随后来到现场实地考察的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 著名考古学家徐平方老先生 却突然提出 建筑群不是祭坛 而是一座规模更大的帝王陵墓 是交坛还是帝陵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考古队园迅速展开了 对园台建筑本体的进一步清理 可谁知 一个后期绕坑却越挖越深 坑底还突兀出现了地下建筑的 拱形穹顶 从墓葬变成祭坛 又从祭坛变成地灵 剧情就这样不断反转 新发现的超级大墓规模庞大 形式复杂 它的主人又会是谁 此前发掘的刘皇忠 到底是不是康陵 明末清初 《历史文献广东新语》中 记载的传奇故事 难道都是空学来风吗 《历史文献广东新语》中 11月23日 当园台北侧最大的绕坑深处 出现砖砌炫顶时 考古队员终于意识到 大香山遗址真的不是南韩交谈 而是一座拥有复杂地面建筑的陵园 我们当时一看 那就不用再说了 那肯定是木 那肯定是木 因为那个结构一下就清楚了 上面是崩溃 下面是玄宫 玄宫特指帝王陵墓的地宫 既然规模不大 结构简单的硫磺种 都被确认为南汉地陵 那么大香山南坡的陵墓 应该也是一座地陵 八百米外是流眼的康陵 那么眼前的大香山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再去回过头看文 就是在新旧五代史里面提到的 德林 就是康陵 这个刘延 他的哥哥的陵墓 德林 也在这个小谷尾岛上 刘延的哥哥名叫刘尹 其实他才是南汉政权真正的奠基人 可是公元911年4月 38岁的刘尹病逝时 依然是后梁册封的南海王 直到刘衍称帝之后 才追视刘尹为香皇帝 南汉列祖 香皇帝是他死后以后才追封的 那么按照这种规制的话 他是死后才追封的 这个身份的话 他当时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 这种陵墓规模的 尤其他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陵园 其实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 不仅仅是陵园 陵墓地宫之上 曾经被怀疑是祭坛的奇怪建筑 也让人匪夷所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所掌握的 唐宋这个大师 大师期的这么一个皇家园林的林情制度里面 不曾见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面对突兀出现的奇怪建筑 考古队员只能借用 宋代对帝王陵墓阶梯状风土的称呼 暂时把它叫做灵台 人们甚至怀疑 这位安葬在大香山的南汉帝王 会不会也笃信佛教 这座行寺祭坛 缺失了上层建筑的灵台 会不会是一座佛塔的底部呢 因为没有任何线索 考古队员只能带着疑惑继续发掘 交谈变成灵墓之后 原本的发掘方案也随之调整 既见硫磺种的经验 考古队决定率先清理刚刚发现的灵墓地宫 先清理墓室 清理完墓室以后 随后我们又有选择性的 就是清理那个墓道 很快 考古队抽出了两组人员 分别从地宫南北两侧着手 开始清理倒洞和墓室中淤积的泥土 我们主要是通过 它原来已有的 就一前一后 就一南一北两个倒洞 两个倒洞进行的 其实在多数时候 即使砖室墓存在倒洞 考古队员一般也不会选择 从那里展开清理 这是因为很多年代久远的墓葬 或者本身不太结实 或者是被倒洞破坏了巧妙的拱形结构 考古队员只能选择加固处理后 通过墓门进出墓室 但是在小谷围岛 两座墓葬尽管都是多次被倒 大的倒洞甚至可以让三四人同时进出 但由于墓壁厚实 地宫建筑依然牢固 大香山陵墓地宫面南北北 北侧倒洞紧贴封门石板进入了地宫前市 南侧倒洞直径最大 从后壁顶部进入后市 就像是给原本幽暗的地宫 开了一个硕大的天窗 在清理倒洞淤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不少包含物 其中多数是随葬器物的残片 质地包括陶 瓷 玻璃 铜 银 铁 以及玉器等 除了被打碎的随葬器物外 考古队员注意到 还有一些碎片属于盗墓贼遗留 例如用作照明工具的淘气碎片等 两组队员同时开始清理倒洞 并分别进入了墓葬地宫 通过前市倒洞进入的队员 来到的地方恰好是封门墙的内侧 这时候队员们注意到 神秘地灵和硫磺种的封门方式完全一样 用到外侧也是由上到下 用三块长方形石板封堵 用到内侧用青砖系起一道封门墙 在湖北中祥的明代引镜王王陵清理过程中 就曾出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 只是中祥王陵的三块封门时体积更大 考古工作者由外到内发掘 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顺利移除 但对于不用担心破坏建筑本体的盗墓贼来说 只需绕裹着三块石板 依然可以进入地宫 大墓封门虽然完整 地宫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 靠近涌道的前世面积狭窄 面阔3.16米 近身却只有1.3米 然而 就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 两侧墓壁却依然开有一扇甲窗和一座壁壳 倒扰发生后 壁堪自然空无一物 随着堆满墓室的淤土被逐层清理 考古队员在前世正中 发现了一块垂直树立的石板 看到这块石板 他们立刻回忆起 在硫磺种相同的位置上 曾经也出现过一块形质接近 但却平铺在地面上的石板 当时队员们推测 它应该是摆放供品的计台 可是 新发现的地灵计台台面 怎么会垂直树立呢 扰乱地宫的盗墓贼 会做出这么无聊的事吗 仔细观察石板 考古队员在他的背面 意外发现了不少文字 但欣喜之余 第一行 高祖天皇大帝 埃策文 精细的文字 却又一次颠覆了人们之前的推测 根据文献记载 写有高祖天皇大帝埃策文的墓质 应该出现在明末被轰强的康陵中 高祖则是流眼的妙号 发掘硫磺种时 队员们还以为 这块墓质早已不知所终 如今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埃策文碑的出现 说明大香山更有可能是康陵 墓葬倒扰严重 也能与广东新语对应 再结合大香山地灵 拥有灵源这个客观事实 人们对南汉二灵 才有了新的认识 古迹可能我们应该是高反了 因为这个流眼 是真正的南汉的开国皇帝 而且他的在位时间长达26年 因为就是说流眼 在位的时候南汉的前期 是南汉国力 基本上应该是 就是他的国力和富裕程度 应该是最高的这么个时间段 一边清理淤土 一边辨识埃策文碑上 越来越多的文字 考古队员很快意识到 广东新语中离奇玄幻的故事 竟然真的非常接近事实 故事中明确指出 康陵墓志 一碑当学门中立 志文由汉林学士 知志告 正义大夫 上书又丞相 紫金代 陈卢应书写 埃策文碑中则是 汉林学士成指 银青光禄大夫 行上书左成 知志告 陈卢应 除了个别细节外 几乎严丝合缝 他的那个行文 那个行文的那个格式 那些词语啊 那显然应该是 就是人 基本上是按原文来操录的 看来 屈大军似乎的确实地 走访过康陵哄墙事件的亲历者 故事中的某些情节 可能真的发生过 那么这个四伙我们前后历史七八个月 让他们考古发掘这个谜底算是真正的揭开了 尘埃落定了 人家自己都已经把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从2003年6月中旬发掘硫磺肿开始 考古队员已经在小谷围岛上奋战了七个月 从炎热的夏季一直到春节临近 发掘工作几乎没有耽误过一天 在广州的考古工作它是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 那么我们的这个干部职工克服这个重重的困难 应该说是长年累月 那么奋战在考古第一线 这个工作是相当艰苦的 你说在这个北方天寒地冻 那么它冬天它还可以停止野赖工作 但是在广州的话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冬天也很温暖 照样要考古工作 早在八月底 结束了硫磺肿发掘的考古队员 一度认为 大香山上的小木清理用不了几天 可是随着遗迹现象越来越复杂 距离整个项目结束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最让队员们担心的是 春节过后 顶多再有一个半月 雨季就要来临 在广州这个多雨的季节 今天把探方发掘得非常清楚 非常干净 一场雨下来 整个就变成了水塘 广州的雨季 广州的雨季要从三月底持续到五月 地宫内部一旦进水 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这个工作难度比较大 我们还是这个努力的开价工作 2004年春节假期刚过 康林的发掘继续进行 这时候 在回头思考硫磺种同样位置出现的石板 考古队员越发觉得 它也是一块被推倒了的木质 而且一开始人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怀疑 按道理它应该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木质 或者是一个测纹碑 应该比较比较合理一点 但是它又没有字 所以我们就退步想 它会不会它是机台呢 之所以当初队员们没有坚持自己的推测 还因为石板的形制 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木质的认识 自唐 宋 直到明 清 墓室中出土的大多是一种两合木质 它由炙盖和炙石共同组成 眼前的埃策文碑既不是两合木质 也不是矗立于墓前高度远远超过宽度的墓碑 而是像屏风一样 迎面横立在地宫前世中 如此独树一致 康林的这个埃策文碑 这个野自古代是石国陵墓里面唯一的遗例 位置 形质完全一样 又与其他历史阶段和同时期同等级墓葬不同 硫磺种前世的机台 按说应该也是一块埃策文碑形式的墓质 可如果说它是墓质 上面却为何没有文字 难道说这是一块类似于唐代武则天乾陵那样的无字碑吗 可是安葬在硫磺种里的那位南汉帝王 又有怎样的工业需要留待后人评说呢 出现在大香山的南汉地灵 拥有灵源 地宫中又出土了属于刘衍的埃策文碑 考古队最终确定 这里才是文献记载中康林的所在 以此推测 此前发掘的硫磺种 应该是刘尹的得灵 可是随后发现的一个细节 却又让考古队员陷入了混乱的逻辑中 打破康林灵台和地宫的几处盗洞 都经过考古队员的清理 通过对提取出的包含物进行分析 考古队员发现 康林并不是直到明朝末年才被人意外发现 这个康林那应该就是在北宋早期就被盗了 就是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南汉灭亡以后没多久 这个墓就被盗了 并不是后来文献说的说明代从政九年才被盗了 除此之外 康林拥有直到今天都能看到的地上建筑 灵台 这也和文献中灵木因为雷击被偶然发现 相互矛盾 反倒是硫磺种及德灵的某些细节 与广东新语中的故事更加贴近 按道理的话 如果这么明显的地上建筑的话 通常别人应该是能够看得到的 康林被盗于北宋早期 那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驱大军 又是如何得知哀测文碑的内容呢 同样根据包含物分析 考古队员发现 位于地宫后市直径最大的那个稻洞 要远远晚于宋代 他的年代最晚 他的年代根据他的稻洞里面出土的那些遗物来判断 他的年代大概也就是明代晚期的 如此看来 明崇祯九年的确有人再次进入过康林 他们不仅洗劫了地宫中幸存的器物 还抄录了部分墓志上的哀测文 可是早在宋代就已经被盗了的康林 会依然存有金人 宝燕 玉盘这样的珍宝吗 考古队员分析 这些情节的出现 很可能是因为道听途说 他实际上是把两个墓搞混了 把两个墓放在一起去说了 雷击过后 陵墓洞开 这或许只是当地官员的一种托词 崇祯元年 也就是公元1628年起 不仅辽东战事吃紧 陕西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到了崇祯九年 张献忠 罗汝才已经率部进入了四川 明朝的统治积极可畏 康林 德林应该是在这一时期接连雷道 但此时此刻 地方官员已经无心去追究一起盗墓岸 因此才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搪塞民众 在第一组队员清理埃策文碑的同时 第二组队员也通过盗洞进入了地宫后室 经过清理 他们发现与前窄后宽的硫磺种 也就是德林不同 康林后室与前室等宽 但近身足有五米 在后室三面墙壁上 同样分布着许多壁龛 而且后龛也被盗墓贼刮出了一个大洞 盗墓手法极其相似 明代晚期的时候 也就是最后最大的那个盗洞 对康林进行盗扰之后 他就没有再 就是说这个可能很快 这个康林的这个玄公啊墓室 可能就被掩埋了 由于此后不再有人随意进出 相对于德林来说 康林内部的情况要稍好一些 不仅铺地砖大多存在 后室中部地面上还残留着一座宽2.25米 高0.2米的关床 随着地宽中的淤土被逐层清理干净 陶谷队员发现 在前世和后世之间 古人还用一堵只有0.78米高的矮墙 隔出了一个近深2米可以称为中世的空间 这个空间也是硫磺种及南汉列祖硫寅的德林所没有的 由于倒扰严重 当两组队员在中世会合完成了整个地宫的清理后 提取到的随葬器物大部分是些残损了的陶瓷器 经过后期的细致工作 考古队员一共修复出了包括六耳罐 花口碗 粉盒在内的58件清瓷和116件陶瓷 有趣的是这批陶瓷器中 有20多件被学术界称为相声的器物 但它们的外形模仿的却不是人 动物 而是热带水果 岭南加果 它用桃做了很多菠萝 香蕉 可能还有什么马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一摆出来别人一看 这是广东的 菠萝 香蕉 木瓜 瓷菇 还有被北方人称为马蹄的笔器 桃谷队员给这批别开生面 极具地域特征的随葬品起了个名字 岭南加果 除了德陵有大批出土的陶瓷器物 康陵还出土了一些其他质地的随葬器物 在后世铺地砖的缝隙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枚玉片和一些串珠 根据玉片中心的穿孔和凹槽来看 它们应该来自一条玉制腰带 在前世和中世连接的过道处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件玉玺 以及几枚开源通宝铜钱 它们应该都是在倒扰的过程中 遗落在这里的 最令人惊奇的是 在中世后世的地面上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不少玻璃碎片 那些牧师来清理出来的那些土 我们都是用筛子把它筛 然后很小的那些玻璃碎片 我们把它也都是收集起来 最终队员们收集到的玻璃碎片 多达数百片 经过反复拼队 最终确认这些碎片 至少来自24件不同的个体 但由于缺损严重 最终只有一件被成功修复 在古代中国 人们称玻璃为琉璃 它是距今大约2500年前 烧制青铜器时偶然得到的产物 一度比玉石还要珍贵 著名的月王勾件件 间隔部位镶嵌的就是一种蓝色的玻璃 仔细分析这批玻璃的成分和工艺 考古队员发现 它们竟然是万里之外的搏来品 它的那个制作工艺是很高的 而且比较明显的 应该是来自于西亚地区 通过那个海思这个渠道过来的 唐时期就有广州通海一道的说法 作为海上商路的主要起点 位居广州的南汉帝王陵墓中 一定曾经随葬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玻璃器民 这个经过修复起来的这件玻璃瓶 那应该就是我们南汉康林最重要的出图 因为它的那个驾驶导向和它的那个时代特征就很明显 观摇瓷器 稀少罕见的波斯流里 欲带欲洗欲珠 从某种意义上说 广东新雨里的故事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那就是我们从这个残虫的这些随葬品 我们再去推想的话 当时可能被盗走的 或者被人拿走的那些随葬品 那古迹应该是比这个那样会更好 会更好 在确定了大香山陵墓 就是南汉高祖刘衍的康林后 木顶建筑灵台似乎也有了解释 查阅了大量资料后 考古队员推测 这座奇怪的包砖建筑 很可能是一种流眼自创的灵上建筑形式 尤其是像印度的那个苏都波的这种这种形式 苏都波源于印度 今天人们只能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 才能看到这种在台积之上 兴建半球形塔身的佛塔 最初 古印度人建造他的目的 就是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设立 苏都波在梵文中是坟主的意思 本身南汉是佛教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 那么刘延在位的时候也是非常地信奉佛教 修了很多的佛教的寺院 本身他这个人来说他的来源 甚至都有可能是不是就有这种 胡人的这种血统 南汉政权仅仅存续了55年 宗族普蝶又在战乱中仪式 因此南汉刘世皇族的祖鼠问题 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悬而未决的一桩弥案 目前共有传统中原说 岭南土著说 以及大石说三种 大石是唐代以来 中国史书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 日本学者滕田丰巴 就曾经提出了不少南汉皇族是大石人的证据 在清理地宫淤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还组织力量 对整个大香山南路 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和发掘 一方面我们是在有序地进行目视悬公里面的这种清理 同时我们就开始大面积的按照考古这个操作方式来揭露整个陵园的这个结构 有了一开始两座矫鹊一座灵台的品字形移存座参照 考古队员很快在对称的位置上 找到了另外两座矫鹊 以及陵园围墙大门神道的具体位置 那么它所显露出来的这个遗迹的话就是最南端是残存的是有一大一小 两个应该是相当于滑表或望住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一路望北前面陵园圆墙的南边 又有一排像个狼式的这个建筑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再往围走就是这个康陵陵园的这么一个 就是南边开门 开这个陵门 然后四周有围墙 围墙的四角有矫鹊这么一个结构 在2004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名单中 南汉二陵位居前列 其入选理由除了出土众多五代瓷器 以及埃策文碑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康陵陵园的发现 在这个五代十国时期 能够发现完整陵园的这个情况并不多 所以它在对揭示古代陵园制度方面 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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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附近建立南汉二陵博物馆 然后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 解决南汉二陵这个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展现 同时解决广州这个从五十年代以来 出土的文 计划出土文物的集中的兽力的兽力的兽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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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